我的名字叫梁英华 我今年49岁 我是一名德士司机 嫁德士已经六年了 我和我的太太已经结婚了23年 我有三个孩子 最小的都已经上中学了 以前我有赌博的习惯 比喻我有赌足球 有买马票 有买兜兜 做不机 那时候太太和孩子们都有去教会 我那时候没有反对 因为我觉得孩子们去教会有变乖 我自己那时候没有去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属于那种粗鲁的 我的朋友全部都是那种喝酒赌博的 我是认为教会是那种很神圣这样 所以我是觉得不配 所以就没有去 渐渐的太太有时有什么活动 有好像圣诞节 父亲节母亲节 种种的那种活动 我就会去参观去参与 后来我的最大的孩子来问我 爸爸假如改次我们全部上天堂了 你也没有跟我们一起去 那句话我就被感动 就慢慢地去接受 后来我信主之后 整个人改变很多 就不会讲人家的是非 不会跟人家吵架 不会动不动就发脾气 可以几乎说每个礼拜都有去教会 去小组 有时好像累还是什么种种的问题 有时我们会弟兄姐妹彼此的鼓励 有时人很累去到小组的时候 有那种一股的力量变成很喜乐 连那些坏习惯全部就渐渐地改掉了 跟孩子太太的关系是越来越恩爱 好像有什么问题可以彼此的沟通 彼此的解决 不会说藏在心里面好像不舒服还是什么 跟孩子的关系也是很好